為推動亞洲的物流及航運業界 和其他領域的企業 以及相關政府單位加強交流及合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 合辦了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 利豐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研究所所長 其網際物流研究中心主任 張惠文教授 有份出席其中一場會議 張教授很高興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近年的國際貿易量大幅衰減 亦都影響了貨雲及物流業 在2012年 業界應該用什麼策略呢 我們看到整個全球的經濟 長期來說那個動態形勢 其實是挺確定的 就是全球的經濟重心 是往亞洲來的 在這個趨勢來說 其實對香港是相當有利的 短期的不明確因素 可能造成經濟的低增長 其實正好在這個時候 我們是整裝待發 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是準備好 建立好我們的服務 建立好我們的設施 我們最需要確定的就是 等到這一輪的經濟調整過後 經濟再回復增長的時候 我們香港尤其是這個物流行業 是最準備妥當的 可以去迎接新的挑戰 業界可不可以用低成本 低利潤的方法繼續做呢 企業去尋求減低成本的經營方法是必然的 但是減低成本不等於我要降低收費 其實我們香港應該有選擇性的去提供這個服務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很現代的高增值的服務行業 我們第一要選擇是高層次高增值的服務來提供 另外我們提供這個服務是幫客戶降低它的成本 但是不等於我們是要降低我們的盈利 我們是幫客戶提供一個最適合它的方向 一個可以幫它降低成本 又是又可以達到它那個服務要求的運作方法 高增值服務是否就是發展的新方向呢 傳統來說我們亞洲不同的國家 扮演各個角色是生產而是輸出 慢慢你看到我們的經濟的轉移就是說 我們亞洲的消費能力是提高 也都看到歐美的很多品牌 都開始是要注視到這個市場 所以未來等到經濟再度成長的時候 不單止這個地區要輸出 這個地區還會輸入很多的產品 也都會消費很多的產品 未來是一個新的挑戰來的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一個輸出型的一種提供 輸出型的服務 現在是有包括輸出和輸入 一個全新的形勢 那對於物流服務商 是有更大的空間去為他們的客戶 提供一個優化的空間 將香港標榜為區域分銷中心 可否再次刺激貨運和物流業呢 這個是根本是息息相關的兩樣東西 提供區域性分銷中心的服務 是一個標榜著提供高增值服務的一種物流服務 最終它都會使用到香港的貨運 包括海運和空運 如果我們在這一方面扮演到一個好的角色的話 肯定是將整個物流業的生意提高 也都會為香港帶來更加多的就業 如果公司選擇用香港作為它的分銷中心 會不會比起選擇其他地方 更加有效地推廣和發展自己的品牌呢 現在有很多的品牌 因為亞洲的消費力力很高 一些比較高價產品的品牌 亦都很想進入這個市場 他們面對的問題呢 就是怎樣保護它的知識產權 怎樣可以維護到它的產品不被抄襲 香港作為一個具有誠信的商業中心 其實是提供了另一個新的競爭優勢 除了傳統的話 我們是一個自由港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機場 我們有一個很成功的海港之魚 我們這個商譽我們的誠信和法治 會變成營運一個區域性分銷中心的 一個很具競爭力的優勢 作為香港舉行的第一屆 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的嘉賓主持 你覺得會議對業界有多重要 這個論壇吸引了很多的業界來參加 超過五百個參與者 來自亞洲不同的地方 那麼多的參與者亦都證實了 大家對物流及航運的關注 大家亦都看到剛才說的 全球的經濟形勢的轉變 這個地區將來會扮演 一個更加重要的物流及航運的角色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論壇 我相信這些東西都沒有結束 那多少是更加重要的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